高科技 才是反恐战场的决定性作用 武器再先进 也还是要看人怎么用 宁萌 你这是在否定高科技的作用了 我没有这么说 在反恐的各项因素中 人的作用要大于高科技装备的作用 报告 说 我有不同意见 什么意见 之前宁萌提出的战术 我早就研究明白了 我认为 里面存在很多漏洞 而且 这是根据将近二十年前的案例设计的 我认为 现在还在用旧思想 旧装备来演练过时的案例 毫无欲异 如果 王匪方使用了最新型的高科技装备 我敢保证 营盟不可能成功 报告 到 说吧 我不认同同梦瑶的观点 高科技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 高科技 才是反恐战场的决定性作用 人才是 纵览当代世界反恐风云 任何一场反恐战役的胜利 都是高科技装备的胜利 这已经成为了当代国际共识 我还是那句话 武器再先进 也还是要看人怎么用 如果过于鼓吹武器装备 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 其实就是历史上 唯武器论的翻版 它过度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理论上是灰色的 在实现上更是有害的 聂蒙 你这是在否定高科技的作用了 我没有这么说 我只是觉得 在反恐的各项因素中 人的作用要大于高科技装备的作用 毕竟在任何战争录时到最后 就是人与人的竞争 根本不是这样 好了 为了验证 两种理论的 孰犹孰劣 我决定 两天以后 进行一场模拟对抗 童梦瑶 到 你加入指导组 扮演恐怖分子一帮 装备最先进的高科技 是 警官 到 你带领蓝电队 以低限度的装备为主 负责解救人质 是 请 现在进行战术步驯 行动开始以后 分为两人 柠檬带一队 陈奥哲带一队 携带所有高科技装备 分别埋伏在学校的前和后 практи 到达指定位置以后 立刻开启信号屏蔽器 做出随时准备进攻的状态 给他们看 队长 童梦瑶那么熟悉电子设备 如果我们开了信号平击器 他肯定立马就知道 我们这边暴露自己的位置 我们就是要让他看到 童梦瑶和指导组都非常有自信 他们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术部署 就会立刻判断出 我们想要前后假击 到时候 我们只要做出进攻的状态 但是不能真的进攻 拖他们一两个小时 这样他们就会产生疑惑 就无法准确判断出 我们进攻的时机 跟主攻的方向 然后呢 我放弃所有的高科技装备 幽灵室潜入学校内部 到时候以枪设为信号 你们同时从枪后门进攻 前后加击 可那个措数不及 不及 我越来越非 我越来越俳劣快 我越来越俳了 你越来越大便 三号 你们窗外潜入了一个密封侦察机 地方 外面的人听着 马上把你们的人撤走 答应我们的条件 要不然我就杀人质了 不要吵架 我们还有诚意 但是你们需求的资金和车队 数量过一巨大 我们需要时间准备 那是你的事 到了时间我就杀人质 僵持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饿了吧 我们可以送些食物和水进去 但作为交换条件 你们必须释放生病的人质 搞定了 去见面看看 杜兴宇开了信号屏蔽器 他看不见咱们 先去后面看看 咱们撑不了多久的 严慌 跟定好的战术 前后门情况一样 目前知道 他们分成了两波 分闭堵住了前后门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我正在挤住信号屏蔽 他在这边 又让我们遇见 等到最后的下方 等到最后的下方 有什么都看不到 其他人都在 队长不见了 警官不见了 李大教官 他们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全体都有 上去 本次新型战法实战对抗 蓝电学员队获胜 同志们 蓝电新型装备列装任务 圆满成功 战术交流会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这里 我代表这队党委 感谢各位教官 在这段时间里 心情的浮处 感谢教官指导 感谢教官指导 欢迎教官再来 欢迎教官再来 感谢我们收下了 再来我看就不必了 你 你看看我们这八个人 被你们折磨了 从今往后啊 你们还是好好折磨 你们的情大队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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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